俄罗斯提供欧洲所需天然气的大约四分之一 乌克兰处于俄罗斯和欧洲中间 因此 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皮拉尼指出 任何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 都将对这条至关重要的能源供应线产生直接影响 对中长期天然气供应的担心 致使交易市场上的天然气价格在过去一两天呈上升的趋势 乌克兰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 从下个月开始将提高对乌克兰出口天然气的价格 乌克兰国营天然气公司欠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大约20亿美元 欧洲能源专员钢瑟·欧丁格星期二说 欧盟将替乌克兰支付天然气账单 他表示 欧洲眼下还不担心供应短缺 目前 欧盟各成员国的天然气供应情况良好 今年是暖冬 我们的存货比去年充足 各国都有存货 2006年和2009年 由于在价格问题上争执不下 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 导致欧洲出现天然气短缺 寒冬和储存不足 引发天然气价格猛涨 欧洲现在不像过去那样 高度依赖乌克兰作为 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中转国了 2011年11月开通的北溪管道 可以使天然气经波罗的海海底 直接送入俄罗斯最大的欧洲客户德国 2009年的冲突使人们意识到 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会影响天然气管道的正常运作 因此中欧和东欧在这方面也都做了很多工作 这其中包括穿越黑海海底的南西项目 南西管道计划于2015年开通 2018年满负荷运转 大约能满足欧洲需求的一半 然而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 导致莫斯科和欧洲之间敌意不断加深 莫斯科否认出兵克里米亚 欧盟威胁将采取尚未具体说明的制裁措施 俄罗斯是否会把中断对欧天然气供应作为报复手段呢 皮拉尼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是一个商业公司 必须赚钱 他希望向欧洲客户输送天然气 分析人士说 目前的紧张气氛可能会促使欧洲加倍努力 寻找替代能源供应 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